第141章 夫人 喝水 跪下 说完 杜晨挂了电话 郑清宇心惊肉跳 但还是立马上了车 回去换了一身衣服 然后直奔云江别墅去了 云江别墅 杜晨坐在院子里 听到外面引擎声关闭 接着郑清宇就跑了进来 他扭头看去 只见郑清宇穿着一条吊带黑色蕾丝裙 美艳的香肩和锁骨附近的肌肤 全都一览无余 白皙的闪光 蕾丝之下若隐若现的肌肤 风光朦胧而又迷人 两条细长的腿在灯光下很灿烂 而最耀眼的狱卒更显得圣洁无瑕 杜晨笑道 夫人倒是有心了 这裙子我喜欢 郑清宇看着杜晨 这才微微松了一口气 这家伙既然在这 那就说明还有回旋的余地 他这一天找遍了豫州的新闻媒体 但都没有找到杜晨 如今杜晨又让他过来 那就说明杜晨并没有真的将东西传出去 而现在 他要拿出让杜晨足够满意的诚意 这件事就还有转机 杜晨 你赢了 我认输 看着云淡风轻的杜晨 郑清宇吸了两口气 颇为心累地说道 杜晨笑道 夫人要是早点有这个觉悟 也不至于这一天累成这样 说到底 夫人还是只是口头上觉得 我是个坏蛋 是个流氓 并没有从心里认可我身为坏蛋流氓的身份 既然这样 那我想 今天就有必要让夫人知道 我的确确是个真正的坏蛋与流氓 郑清宇心脏狂跳 看着杜晨一脸灿烂的笑容 心里却反而很不安起来 你 你想怎样 杜晨一笑 很简单 我已经告诉过夫人了 求人 就要有求人的诚意 那么现在 夫人可以拿出你的诚意了 郑清宇咬着嘴唇 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杜晨 我认输 以后我会跟你通力合作 只要我郑家 能做到的事情 我都会尽力帮你完成 可以吗 杜晨点头 当然可以啊 只是 你现在所说的 不就是我们正常合作 应该做的事情吗 而我现在要的诚意 可不是合作的诚意 而是夫人 今天背赐我的诚意啊 杜晨说着 目光 慢慢落在了郑清宇 刚刚包住臀部的裙摆之上 郑清宇心跳继续加速 她说不清 自己心里此时此刻 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 按道理来说 她应该感到恐惧 感到愤怒 可事实上 此时她心里 并没有什么恐惧与愤怒 她脑子里浮现出来的 竟然是 杜晨那天 将她按在沙发上的场景 正因此 她的心跳越来越快 自己有些无法接受 不对劲 她明明应该对杜晨很愤怒 应该想弄死她的 可为什么自己脑子里 竟然浮现出那些画面 这家伙一直都在笑 云淡风轻 明明给自己的感觉很危险 可为什么 自己却提不起恨意 也没有恐惧 甚至有些 心甘情愿的 期待 沉默了一会儿 郑清宇强行让自己 不去想那些东西 看着杜晨 竭力让自己的脸色 显得有几分冷漠 直说吧 你想要什么样的诚意 杜晨看着郑清宇 目光直逼她的眼睛 郑清宇被她目光逼视 几秒钟就败下阵来 急忙把头扭了过去 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那就是 杜晨的这双眼睛 似乎有魔力 只要自己跟她对视 自己的心思 就都被她看到了 那是恶魔之眼 你 你别这样看着我 郑清宇说到 她自己并没有发现 她的声音 已经有了一丝丝的颤抖 杜晨靠在椅子上 露出个迷人而危险的笑容 夫人 你知道我刚才在你眼睛里 看到了什么吗 郑清宇 神 什么 杜晨 我看到了逃避 还看到了期待 但就是没有看到 一丝你此时此刻 应该有的恐惧与愤怒 你 你胡说 我 我恨死你了 杜晨站起来 走到郑清宇身边 伸手捏住她的下巴 将她的脸强行扭了过来 对着自己 入手处一片柔滑 细腻的仿佛水一样 杜晨比郑清宇高出一个头 此刻她的脑袋 就在杜晨胸膛前面 仰头看着杜晨 如此近距离 她能感觉到 杜晨身体传来的温暖 那种阳刚之气 绝对不是她见过的 任何一个男人能比的 这种气息 并不只是身体上的 还有心理上的 就好像杜晨身上 有一股无形的精神 压制一样 让她不敢直视 却又很容易沦陷 这个男人 她怎么看都感觉 不像是一个 刚毕业的大学生 哪有大学生这么会聊的啊 杜晨居高临下 审视着郑清宇 笑道 夫人可不擅长说谎 你的眼神都在躲闪 你觉得你骗得了我吗 不过 夫人既然羞于其耻 那我也不明说了 反正我只需要你的诚意而已 如果你喜欢被动 可以 刚好我这个人 一向都很主动 杜晨松开郑清宇的下巴 重新走回去 坐到了椅子上 随后 突然脸色冷漠起来 盯着郑清宇 从面前桌上 将一杯水端起来 放在了地上 然后有一种命令的口吻 对郑清宇说道 夫人 喝水 郑清宇看着地上杯子里的水 心跳更快了 这 这怎么喝 杜晨 跪下喝 记得不要用手 用手就不好看了 郑清宇感觉心脏 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 脸上通红 杜晨 这 这不好 我说 跪下 喝 杜晨声音突然杀气十足 不再是商量 而是命令 纯粹的命令 郑清宇被吓到了 心跳更快 但同时 心里竟然还有一丝异样的兴奋感 他咬着嘴唇 朝杯子走过去 杜晨 我说过让你走过来吗 郑清宇微微一呆 犹豫了两秒 慢慢跪了下去 然后双手撑在地上 朝杯子出发 很快 他抵达了杯子前面 看着地上的水 他感觉心脏 好像要爆炸了 喝吧 郑清宇试了一下 杯子里的水 并没有装满 直接张嘴 和是吸不到的 但是 伸出林根 却能舔到 林根 试舌的别称 因为某些原因 代替第142章 杜晨 求你了 国庆快乐 故意的 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 郑清宇看着杯子里的水 脸上的红霞 都宛如要飞出来了一样 太羞耻了 在一个比自己小 这么多的男人面前 用这种方式喝水 自己什么时候 做过这种事啊 又有谁敢这么命令 他做这种事啊 可杜晨偏偏就是大逆不道 就是不同寻常 就是不给他 留有尊严的空间 他咬牙切齿 心里却说不出来 到底是怨恨 还是其他情绪 一瞬间充斥了整个心房 杜晨看着趴在地上的郑清宇 他并不着急 嘴角的笑容很玩味 此时的郑清宇 可以说 风景绝佳 本身身上的裙子 就让他看起来非常妩媚了 这时候又跪在地上 裙子完美地贴合在他身上 将他背后的玲珑曲线 真正意义上 完美地展现了出来 并且 裙摆不长 在这种拉扯下 就显得更短了 圣洁的光芒 从大腿 一直到两只白皙的小脚 灿烂地令人目眩神迷 怎么 夫人不服从命令 想再一次 挑战一下我的底线吗 杜晨端起另一杯水 喝了一口 语气平静 却让郑清宇 立刻感觉到了危机 纵然羞耻 他有选择吗 郑清宇强忍着急促的呼吸 插那杯子里的水水波荡漾 荡起细小的涟漪 清澈的水纹 一圈一圈散开 红色与清澈交织 赏心悦目 杜晨点头 笑着说道 他拿起手机 突然对着郑清宇拍了一张照 然后蹲下去 将照片递到郑清宇眼前 郑清宇看着照片上的自己 整个人都要软了 这是他 他竟然还会有这种时候 这种状态 他自己都想过呀 天凉了夫人 外面冷 进屋交流吧 哦 这红毯我特意为你扑的 应该不会伤到你的膝盖 杜晨回头 看着正准备站起来的郑清宇 特意加了一句 郑清宇心脏狂跳 看着地上的红毯 终究没敢站起来 慢慢跟了过去 屋里 郑清宇心率居高不下 他想回头 可又没回 倒不是怕 而更像是 他在期待杜晨下一步要做什么 杜晨并不理会 居高临下看着他 笑得更灿烂了 郑清宇 杜晨 你这个小王八蛋 我不会饶了你的 是吗 既然夫人这么嘴硬 那我就要看看到底是我说的对 还是夫人说的对了 杜晨笑着 一如既往 郑清宇闭着眼睛 想要上起来阻止 可却只能伸出一只手 而且完全够不着 几分钟后 郑清宇感觉自己要哭了 祈求地看着杜晨 杜晨 求你了 杜晨 这可不行啊 我这个人做事一向有始有终 这是我的原则呀夫人 郑清宇把脸歪到一边 他想和杜晨再斗争一波 这家伙 怎么可以让自己说出那种话 但 没几分钟 他就败下阵来了 我认输 这次我真的认输 完全认输了 杜晨终于停下 亲到郑清宇面前 笑道 夫人 你可真是好打算啊 享受了这么久 才舍得开口 郑清宇看着杜晨 突然伸手用力抱住他的脖子 将他狠狠往自己面前一拉 宛如一直要吃人的小老虎 用一种凶狠的语气说道 杜晨 你把我弄成这样 今天你的实际行动 要是让我失望了 我一定不会饶你 国庆快乐 顺便厚脸皮要点学费吧 今天又是善良的一天啊 卡审核了 改不出来 心态崩了 全删了 第143章 你求我啊 这一刻的郑清宇 心里的情感毫无保留爆发了出来 他承认自己经不住杜晨的聊 这家伙实在是太懂了 太会了 太能折磨人了呀 他一只手狠狠抱住杜晨的脖子 仿佛生怕他跑了一样 那凶狠又炽热的眼神 让杜晨知道 这个女人 已经沦陷在了他的手里 他从第一天见到郑清宇 就在从细节上观察她了 这些天 他基本确定了 郑清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心里更倾向于什么样的方式 所以 他特意用了这么一顿精心准备的盛宴 招呼了郑清宇 而结果 也并没有让他失望 杜晨笑看着 已经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下去的郑清宇 却故意不将他压倒 而是说道 看起来 夫人很饿啊 难道平时都没有吃饱过吗 哦 倒是我忽略了 夫人的爷爷是个 很保守的人 这方面的需求 当然是要隐而不发的 真是可怜啊 这点小小的需求 都得不到满足 郑清宇要急坏了 猛地把头抬上去 一口咬在杜晨的下巴上 杜晨 别跟我说废话 赶紧的 杜晨 夫人既然这么说 那我偏要慢一点 我这个人呢 有的就是耐心 郑清宇眼睛里 都要喷出火来了 瞪着杜晨凶狠说道 杜晨 你存心的是不是 你 你给我快点 快点啊 他提起脚 尽量去勾住杜晨 恨不得贴上去 可杜晨却偏偏故意往后一退 让郑清宇扑了个空 看着一脸笑容的杜晨 郑清宇真的感觉自己 要疯了 啊 杜晨 你个小王八蛋 到底想怎么样 是你逼我来的 又把我弄成这样 现在又不走下一步 你 你 你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郑清宇用力翻滚 委屈的都要哭了 心里那一把火呀 烧成这样了 这小流氓却停了下来 做的是人事嘛 可杜晨就是不吃这一套 伸手又握住了他的脚 揉 捏 轻轻划过 郑清宇身体僵硬 根本忍不住 嘴里发出各种声音 杜晨 我服了 你快点啊 杜晨 你求我呀 郑清宇 我求你 我求你了 还不行吗 杜晨 求我什么 郑清宇 求你 求你 我求你 郑清宇实在是扛不住了 最后一股脑 说出一片乌言晦语 那乌的程度 让杜晨都有些咋舌 他知道 郑清宇是真的崩到了极限 这才撒手 进入正题 郑清宇凶狠地抱着杜晨 用更加凶狠的语气说道 小坏蛋 明天早上 我让你起不了床 第二天早上 杜晨精神抖擞 穿好衣服起床 一边吃早餐和牛奶 一边看着躺在床上 连下床都费劲的郑清宇 他笑了 夫人 你昨晚不是说 要让我下不了床吗 怎么到了今天 反倒是自己赖着不起来了呢 郑清宇咬着嘴唇瞪着他 眼里满是气氛 他着实没想到 这家伙竟然这么生猛 那还是人吗 那是一台机器啊 一开始 他还很强悍 很强硬 还想占据主动 发誓要让杜晨付出代价 可一个小时候 他就败下阵来 后来苦苦哀求半夜 这小牲口 愣是充耳不闻 床垫那么软 他膝盖还差点磨破了 我这是赖着不起来吗 你要我起得来啊 郑清宇一脸怨恨瞪着杜晨 宛如一个小怨妇一样 杜晨 这个仇我记下了 你等着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扶墙出去 杜晨笑了 怎么还开始记仇了呢 我记得 还没开始的时候 夫人不是很凶残地告诉我 说我要是让你失望了 你饶不了我吗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不让夫人失望啊 怎么就开始背锅了呢 当初要的是你 现在埋怨的也是你 夫人 你这就让我很难吧 郑清宇那个咬牙切齿啊 气得要死 是 要的是我 可我不是都求饶了吗 杜晨笑了 走到郑清宇旁边 勾住他的下巴 将他的脸抬起来 说道 求饶有用的话 还要武器干什么呢 夫人现在一脸参怒的表情 也着实很可口啊 她露出个坏笑 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朝郑清宇伸出了魔爪 郑清宇大惊失色 还来 你这个疯子 你给我滚开 滚开 滚开 杜晨 你 呜 一个小时候 杜晨从房间走出来 喝了一整瓶水 头也不会都往外走 同时说道 夫人就好好休息一天吧 放心 这里只有我来 夫人不用担心被人发现 郑清宇躺在床上 胸口剧烈起伏 牙齿紧紧咬着嘴唇 眼泪都掉出来了 你这个小伤口 你倒是给我喂点 吃得再走啊 我哪有力气吃东西啊 杜晨走出别墅 伸了个懒腰 然后扶着腰揉了几下 这才上了车 张晨看着他上车 还是那副老样子 面无表情 不苟言笑 然后默默掏了一样东西出来 扔给了杜晨 杜晨拿起来一看 酒汁糖浓缩六味地黄丸 至甚亏 不含糖 你他妈的 张晨 还能不能好好做兄弟了 张晨看着杜晨 破天荒从脸上挤出了一个难看的笑容 但是看得出来 他笑得很开心 郑晨晨躺在床上 咬牙切齿了一会儿 又沉沉睡了过去 一直睡到中午 这才自己下床了 拿起手机一看 十几个未接来电 全都是王飞云打过来的 昨晚杜晨给他手机打开了误扰模式 他一个都没接到 皱了皱眉 他拿起手机给王飞云回拨了过去 电话刚一接通 王飞云着急的声音就响起 妈 你干什么去了呀 我打这么多电话 你怎么一个都不接啊 急死我了 郑晨雨干咳一声 说道 我没接 那当然是有事啊 有什么好急的 王飞云 能有什么事一晚上都不接电话 妈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郑晨雨脸色一变 陈生说道 那还能有什么事 肯定是正事啊 第144章 小牲口 你要不要这么凶残 郑晨雨沉着脸 语气变得冷漠了很多 你要明白 我这个身份 平时都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 怎么可能 让你随时都找到我 随时都有时间理你 大人的事情 你不要多管 我做的事情都是正事 你不明白 我不怪你 但你别来追根问底 更不许怀疑我 明白了吗 王飞云一脸猛逼 自己就打个电话问问 怎么就被劈头盖脸一顿骂呢 好的妈 我知道了 昨晚你去做正事去了 那现在 你正事总该做完了吧 公司里的事情不处理吗 还有杜晨那边 昨天你不是说 把他剧本给卡在了广电审核那边吗 现在进展怎么样 我还等着看他吃扁 等他给我跪下认错呢 郑晴雨脸色变得有些奇怪 又干咳一声 说道 那个 杜晨的事情 至于他的剧本 广电那边已经审核通过了 这些事情 你都别去操心 我会做好的 王飞云立马傻眼了 妈你说什么 广电审核通过了 可你昨天不是说给他卡住了吗 你不会连这点事都做不了吧 郑晴雨美好气地说道 这点事当然拦不住我呀 我这么做 是有另外的原因 你和杜晨的恩怨 先放一下 我和杜晨 我和杜晨暂时要达成一点合作 王飞云要裂开了 和杜晨达成合作 不是爸妈 你玩真的啊 郑晴雨 你出来做生意 讲究的就是一个信誉 我既然答应了跟他合作 那就肯定要合作 不然以后别人知道 我说话不算数 谁还肯跟我合作 怎么把事业做大 可是 你昨天不是说 出来做生意 讲究的就是一个诡计多端吗 怎么又讲信誉了 郑晴雨 这 这讲信誉和诡计多端 他也不冲突 你现在还年轻 很多道理都不懂 等你以后再多积累一些经验 自然就会明白的 我是你妈 难道我还能害了你吗 我知道你对杜晨有仇恨 可正所谓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你现在积累不够 抵运不够 经验不够 怎么报仇 我现在选择和杜晨合作 那就是为了让你有机会更了解他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这个道理 难道你不懂吗 王飞云一听 豁然开朗 妈 原来你是这个用意啊 还是你老谋深算 妈 我服了 你简直是太厉害了 好 我一切都听你的 嗯 这就对了嘛 那就先这样吧 我今天身体不是太舒服 休息一天 公司里的事你先照看一下 大师留着我来决策 小事自己做主 这也是对你的锻炼 郑清宇又吩咐了几句 放下电话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他突然发现 自己还挺有信口胡舟的天分的 关键王飞云还都信了 他摇了摇头 哎 就你这脑子 怎么可能斗得过杜晨 趁早放弃 或许才是最好的路 一个人没有掌握财富的本事 拥有财富 多数都不会是好事 心全娱乐 杜晨走进办公室坐下 叫来了张燕妮 燕妮 剧本审核的事情解决了吗 张燕妮点头 已经解决了 昨天晚上广店那边的人 在下班之后打电话过来 说剧本没问题 主任又发话给通过了 杜晨笑了 那就行 一切按照原计划进行吧 百度人的制作 你只需要从总体上监督就行 制作细节的事情不用插手 完全交给制作团队就行 他们有这样的能力的 张燕妮 我会记住的 杜总还有什么吩咐吗 杜晨摆了摆手 没什么事了 我相信 你有能力处理公司的事情 加油 等公司做大一点 我给你公司5%的股份 张燕妮立马瞪大眼睛 给他股份 这 多谢杜总栽培 不过 恐怕没资格拿公司股份 杜晨笑道 别紧张 我也说了 公司做大一点才会给你嘛 又不是白给 如果真的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了 那就证明 赚的钱完全达到了我的预期 既然这样 我就是给你股份 我也不亏 你放心 我说到做到 只要你能让我满意 我每一句话都不失言 杜晨这段时间 一直在观察张燕妮这个人 发现张燕妮虽然不如张玉燕那么有天赋 但能力也非常出色 尤其是 他却确实对工作的事情很上心 指责之内 基本都会全力以赴去做 这样的人 值得培养 所以他才做出这种许摸 用人就是这样 你要让人心甘情愿为你所用 你就必须要也要给 只用不给 人必不久留 而只给不用 人必定庸禄 拿捏人 他从不失误 一天时间很快过去 下班时候 杜晨突然接到了郑清语的电话 杜晨白天并没有联系他 接了电话 夫人有事吗 郑清语说道 小牲口 什么时候回来啊 杜晨 回来 回哪 郑清语 还能回哪 当然是回你家啊 赶紧的 我今天可没力气出去吃饭 给我带点好吃的回来 杜晨立马明白了 感情郑清语竟然还在他别墅里面 没有离开 他以为杜晨平时 就住在那栋别墅的 所以才问他 什么时候回 杜晨笑了 夫人 这一整天时间你都没回 怎么 这么怀念昨晚的吗 郑清语脸色一变 没好气地说道 你还有脸说 那不是你对我的求饶事不见 才让我今天没力气出去的吗 杜晨 你可以让你司机接你啊 总不会夫人连个司机都没有吧 郑清语更气了 我这个样子 怎么好意思让人看到啊 而且还是你的别墅 传出去 我怎么做人 杜晨 哦 原来夫人是害羞了呀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昨晚你都坚持不住了 今天你还不走 那你确定 今天晚上 你还有求饶的力气吗 郑清语疼的一下坐起来 眼神都变得惊悚了几分 你这个小牲口 你要不要这么凶残啊 第145章 小牲口 你可真行 郑清语一脸气愤 牙齿咬着嘴唇 嘴唇都要咬破了 他实在没想到 杜晨竟然会说出这种虎狼之词 就昨晚那战斗规模 那战斗之凶猛 凶残 换了谁不得休息个好几天 才能恢复元气啊 这家伙倒好 竟然还问他今天怎么办 有没有求饶的力气 杜晨笑道 夫人 这话可就不好听了呀 需要的时候就叫我小坏蛋 现在不需要了 就叫我小牲口 你这标准 挺迷的呀 郑清语咬着牙响了一下 就昨晚的情况 杜晨今天真的还有余力吗 他不相信 杜晨现在说这些 肯定就是在虚张声势 就是在故意拔高自己而已 他还能不懂吗 现在离开 这状态怎么跟人解释呢 不行 绝对不能输 哼 小牲口 你少在这家伙 我不吃这一套 今天我还就不走了 你快点给我回来 记得带点好吃的 我饿死了都要 另外 你不是说要跟我合作吗 今天晚上 我有正式要跟你说 你可少打其他事情的主意 杜晨 行吧 既然夫人这么舍命陪君子 那我也只好答应了 放下电话 杜晨就看到张晨正看着他 然后又默默拿了一样东西扔给他 杜晨一看 慎宝 味道好极了 果恩 杜晨把东西扔回去 张晨一轰油门 火箭一般冲了出去 到了别墅门口 杜晨下车 朝里面走进去 还没开门 突然电话响了 拿起来一看 杜晨皱起眉头 是胡岳冰打来的 怎么大嫂 有事吗 胡岳冰忧愿地说道 杜晨 你都多少天没来过我这了 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呀 杜晨笑道 公司事情那么多 我当然要一件一件处理啊 大嫂要是寂寞 自己出去走走啊 胡岳冰 出去走也是一个人 没什么意思 杜晨 叫几个朋友不就好了 胡岳冰 那为什么不能叫你呢 你为什么不能来陪我呢 杜晨突然停下 皱起眉头 脸上出现了微微的神色波动 随后 他说道 我说大嫂 我只是把你金屋藏交起来而已 可没说过 我有时间陪你啊 你我之间的交易 有包括陪伴吗 胡岳冰脸色也突然变了 他紧紧咬住了嘴唇 他突然发现 要求杜晨陪他 这句话确实是有些 超越了两人的界限了 从一开始 杜晨就只是威胁他 利用他 他也只是依附杜晨 得到他想要的理由而已 以杜晨如今的性格 怎么可能在他这样 一个女人身上花时间陪伴 而站在他的角度 他又有什么理由 让杜晨去陪他 他一直在杜晨身上索取的 不只是身体和金钱方面的需要吗 陪伴太遥远了 也本不应该出现在他和杜晨之间的 杜晨 你误会了 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要跟你玩 就是那些玩 你心里明白 我并没有其他意思 你别想多了 杜晨笑道 那就好 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 胡岳冰没有说话 只是突然觉得 心里很空 很沉 很 难受 他说不出来为什么 可就是有这种感觉 而且还在一点一点变浓 冲不散 冲不淡 他开始有些无法接受 为什么会这样 他竟然真的希望杜晨能陪他 可杜晨这样的男人 根本就不会花任何时间 去陪伴一个女人的吧 在他的心里 他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其他任何女人 也同样都是工具 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荒唐的想法 杜晨 干嘛站门口啊 进来 难道还要我来扶你吗 这时候 郑清宇刚好从屋里看到了杜晨 便走了出来 靠在门上 看着杜晨 慵懒地说道 声音也立刻通过电话 传到了胡岳冰耳朵里 胡岳冰手掌立刻收紧 指关节都有些苍白了起来 拿着手机的手更是微微颤抖 身体不由自主地就僵硬在了地上 杜晨微微放下手机 看着郑清宇说道 接个电话 夫人放心 我马上进来 随后又对胡岳冰说道 行了嫂子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就这样 挂了电话 胡岳冰拿着手机 直愣愣地站在地上 一时间竟然感觉鼻子有些发酸 可他明明就知道 杜晨不可能只有他一个女人 也不可能只跟他一个女人 夜夜生歌的 我到底在想什么 我到底在想些什么呀 胡岳冰抱着头 使劲摇了摇 走回了屋里 坐在沙发上 打开电视 错觉 都是错觉 全都是错觉 他看着电视 但眼神却没有聚焦 电视上播放的是广告 可他似乎也没有一点察觉 杜晨放下手机 看着郑清宇走了进去 他的脸上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始终都是一如既往的淡定 沉稳 带着微微的笑意 郑清宇抱着膀子说道 你来得可真慢 杜晨一把将他抱住 狠狠压在墙上 怎么 迫不及待了 郑清宇 少在这跟我序章声势 我就不信 你今天还有这个本事 杜晨看着郑清宇 露出个玩味的笑容 突然 他把郑清宇翻过去 面对着墙壁 然后将他的肩膀 狠狠按在了墙上 另一只手啪的一声 拍在他挺翘之上 疼得郑清宇 啊一声尖叫 回头瞪着他 你干嘛 杜晨在他耳边说道 跪下来 十分钟后 郑清宇尖叫道 杜晨 你给我消停点 三十分钟后 郑清宇 你个小牲口 你可真行啊 一个小时后 郑清宇哭了 我再也不说你续张声势了 再也不说了 杜晨 杜爷 给个机会吧 又一个小时后 杜晨洗了个澡坐下 把一盒吃的 放在了满是疲惫的郑清宇面前 郑清宇怨气滔天看着他 你这个别说 我发誓我再也不会来了 今晚 连夜就走 杜晨一笑 夫人随意 我现在 只想问问夫人 既然已经要合作了 那么 夫人还有其他诚意吗 正好王室地产最近准备扩张 可豫州始终都只是一个小城 远远比不了西都这样的城池 而郑家又是西都霸王 夫人有什么建议吗 郑清宇知道 杜晨要谈正事了 脸色也认真了几分 说道 我不是说了吗 今天有正事要跟你说 我要说的正事 就是你刚才问题的答案 西都地产市场广阔 我可以给你提供机会 让你在西都拿下市场 杜晨 劳烦夫人费心了 那么 夫人的条件是什么呢 她知道 郑清宇跟她的合作 都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 给她拿市场的机会 但郑清宇也绝对不会 因为跟她发生了这点关系 就抛却利益 第146章 日后再说 郑清宇这样的人 杜晨知道 即便是拿捏了 她那方面的心理 也绝对不会像胡岳斌养腻 那样好控制 胡岳斌好控制 是因为就她本事而言 她的独立性远不如郑清宇 所以要依附杜晨来 保障自己后半辈子 衣食无忧 可郑清宇有自己的能力 固然她爷爷性格保守 一旦让其知道 她的私生活混乱 可能逐出郑家 但郑清宇自身的积累 也足够让她脱离郑家 一样过得远比胡岳斌要好 她也有自身的能力 身体方面的需求 可能让她留恋 让她兴奋 让她喜欢 但不可能用来完全掌控她 对这种人 只有利益 才是永恒的手段 郑清宇脸色认真起来 一边吃东西 一边说道 我就知道 你是个聪明人 我给你机会去西都 那就等同于 让你跟郑家抢市场 没有食吃 我当然用不着冒这个风险 所以 我的条件是 一成利益 你要是能在西都 拿到地皮 做起项目 我要你收益的一成 我想这个条件 应该不算太昂贵吧 当然 我肯定不会白拿你的钱 只要你答应 并且兑现承诺 我可以利用郑家的关系网 帮你打通很多关节 让你在很多方面 都畅通无阻 你要明白 西都前景广阔 基础雄厚 自然对手也很多 很强 如果是从头开始一步一步 给你十年 你也未必能站稳脚跟 杜臣听完 笑着点了点头 夫人说的对 这个条件 我答应了 那么就希望夫人 也能信守你的承诺 给我把路铺好 当然 我相信夫人也不会食言 毕竟我的赚钱能力有多强 想必夫人心里有数 郑清宇 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 就不会食言 一成的利益 我怎么也舍不得放弃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 第一个消息 西都十天之后 有一次土拍 你现在去递交资料 还来得及申请 并且 我可以把这一次 主要竞争对手的预估价告诉你 至于能不能成功 那就要看你自己的资金实力了 毕竟现在西都寸土寸金 想要的人太多了 多谢夫人费心了 那么 合作愉快 杜臣伸出手 郑清宇也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掌 合作愉快 他想把手掌抽回来 却发现杜臣抓着他的手不放 你干什么 他看了看杜臣的手 又看向杜臣的脸 眉头微皱 杜臣一笑 把脸凑到他面前 说道 夫人前面说 今天晚上就要离开我的别墅 连夜就走 是吗 郑清宇 是 怎么了 有问题吗 杜臣 没问题 我只是在想 就这么让夫人走了 岂不是也太便宜夫人了 毕竟夫人只动用了一点关系 就要从我这儿拿走一成的利益 所以 夫人怎么也应该再付出一点别的代价吧 你说呢 郑清宇脸色一变 立马惊慌地 用力把手往后拉 杜臣 你这个天杀的 你不会还想要吧 杜臣栖身 将他从后面抱在怀里 在他耳边说道 夫人 准备好了吗 郑清宇人都傻了 不是说好有闲者世间的吗 杜臣 你压牲口啊 你快放手 我告诉你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放开我 快放开我啊 杜臣一笑 有什么事 日后再说 当郑清宇扶着墙 从杜臣别墅里走出去的时候 他咬着牙齿 喘着气 嘴里不断咒骂杜臣 这个小王八蛋 小流氓 小畜生 小牲口 杀千刀的 以后老娘再也不会到你这个破别墅来了 早知道你是这么个吃不饱的小坏蛋 打死我也不会招惹你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小男人也确实挺猛 猛得让人忍不住留恋 哼 这家伙如此凶残 肯定是故意的 他就是想让我觉得我赢不了他 想让我认输 压我一头 可我郑清宇 岂是那么容易认输的吗 今天这里 是你的主场 我先饶了你这一次 等下一次 我带你到我的主场 你看我不让你无体投电 郑清宇骂骂咧咧一阵 这才开车离开了 临走时 回头看了一眼别墅 实在是觉得心有余悸 同时 也还有些留恋 这么多年了 可从来没遇到过 这么厉害的小男啊 虽则凶残 却也不能让他就此溜掉了 须得用点心思 抓在手里 再不让他那么凶残的前提下 多交流几次 怀着心满意足 又咬牙切齿的心情 郑清宇走了 杜晨站在阳台上 看着郑清宇开车离开 嘴角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这两天是有点伤身的 但他知道 付出和收获 还不能被他完全掌控 但郑清宇也绝对不会忘记他了 以后心仰的不会是他 而是郑清宇 第二天 杜晨一早就去了王室地产 叫来了张玉燕 把昨晚郑清宇 告诉他的西都土派的事情 吩咐给了张玉燕 让他好好准备资料提交 张玉燕点头 立马就照办去了 同时心里也有几分惊讶 杜晨竟然已经要进军西都了吗 这必定是一盘大棋 当然 身为员工 他并不会去问杜晨的全盘计划 杜晨让他做什么 他不遗余力去做就行了 很快 一切资料准备好 递交之后 审批通过 杜晨只需要等到时间 过去参加土派就好了 九天之后 杜晨带上张玉燕 订了前往西都的机票 当得知杜晨竟然带着他 前往西都土派 张玉燕小心脏就狂跳起来 杜总为什么要带我去 难道仅仅是因为欣赏我吗 我打听了 公司里并没有其他人一起 杜总他 张玉燕早就对杜晨心生联姨 如今杜晨带着他一个人 前往这么重要的场合 他就忍不住多想起来 这一夜 他几乎一夜都睡不着 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 脑子里总是冒出杜晨那 张英俊帅气的面孔 一开始 他还能竭力控制自己 后来就感觉控制不住了 早上起来 他感觉到不对劲 低头看了一眼 立刻脸红 打开柜子 拿出了一条底裤换上 第147章 杜总喜欢这样的我吗 玉州 机场 杜晨轻装上阵 拖着一个行李箱 张玉燕走在他后面 微微低着头 看得出来 他的心跳 还是比平时快很多 他身上并没有什么东西 因为东西 都被杜晨一并装进了他的箱子里 杜晨只带了必要的衣物 而且只折叠得很整齐 用袋子装好的 所以 跟他的衣服 不会混到一起 当然 杜晨也是在问过他同意之后 才将他衣服装在一起的 这样就省了他的力气 他发现 杜晨的衣服 折叠得很整齐 收拾得非常妥贴 甚至比他这个女孩 都还要做得好得多 这让他更忍不住去想 杜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难道在生活中 他也这么体贴吗 杜晨则是挂着他标志性的笑容 身材挺拔 面容英俊 走在人群中 也十分显眼 能吸引来周围不少人的目光注视 张玉燕跟在他身后 就更觉得心跳加速了 玉燕 你怎么总低着头 把头抬起来啊 怎么 长得太漂亮 舍不得给人看啊 杜晨看着张玉燕 笑着打趣 如今的张玉燕 确实很漂亮 一来他自身条件就非常好 身高腿长 除了身前雪峰规模不那么大 其他部位都是90分以上 当然 雪峰规模与他整体身材的比例 也非常得当 所以让他整个人 看起来十分赏心悦目 他穿着一件衬衣 最上面两颗扭扣解开 露出凝脂一般的脖子 锁骨若隐若现 不像胡月斌正清语那般勾魂夺破 但却有一种少女的青春靓丽质感 风格截然相反 但迷人程度 毫不逊色 下面则是牛仔长裤 看得出来他还是偏向于保守 听到杜臣的话 张玉燕的脸立刻有了几分红蕴 说道 没 没有 杜总 我哪有多好看 就是个土包子 杜臣停下 一脸认真看着他 说道 玉燕 我必须要很严肃地纠正你一下 你不是土包子 并且你很好看 以后谁要是说你土 说你不好看 你让他来找我 我跟他好好探讨探讨 你的漂亮 都足够当我公司的代言人了 所以 以后必须要自信 拿出你在工作上那样的自信 杜臣轻轻在张玉燕肩膀上拍了拍 张玉燕立刻感觉一股热流传遍全身 他也想跟杜臣正常交流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是做不到 明明自己心里很想和杜总交流 也很想抬头好好看他 可就是没有那个勇气 为什么 好了 赶紧登机吧 不然晚点了待会儿 人家可不让我们上了 杜臣笑了笑 伸手拉住张玉燕 加速前进 张玉燕心里突突狂跳 杜总他竟然 拉着我的手 张玉燕感觉脑子里一片空白 木头一般任由杜臣拉着他 快速朝前小跑 十分钟后 两人登机了 两个小时后 西都 酒店 杜臣将张玉燕的东西 放进了他的房间 这才回了自己的房间 两人的房间挨着的 所以倒也方便 杜臣专门挑选了一个 距离土拍地点旁边的酒店 方便到时候工作 张玉燕坐在自己的房间里 一想到杜臣就在旁边 心跳就居高不下 他从来没有和杜臣这么近距离过 虽然隔了一堵墙 可是 这是在生活中 不是在公司啊 他慢慢沉浸在了自己的想象中 等到门被敲响的时候 他才回过神来 杜臣的声音从外面响起 玉燕 出去吃饭了 好 好的杜总 我 我马上来 张玉燕立刻站起来 正要去开门 突然觉得有些不对 低头一看 面红耳赤 几分钟后 张玉燕红着脸打开了门 杜臣笑道 还换了一身衣服啊 怎么 因为要跟我出去吃饭 所以特意换了吗 张玉燕确实换了一身衣服 但还是一样偏保守 张玉燕立马摆手 没 没有 杜总 我就是觉得 那件衣服有点汗了 所以换了 杜臣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特意为我换的呢 看来是我多想了 走吧 我已经定好了位置 吃饭吧 杜臣一笑 走在前面 张玉燕跟上 两只手抓在一起 突然有点后悔 自己刚刚怎么那么紧张 那么不会说话 他应该说 就是为了杜臣专门换的衣服啊 木头脑袋 张玉燕 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木头脑袋啊 张玉燕垂头丧气 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菜了 怎么总是在杜臣面前说错话呢 他就不能像胡岳斌一样 理直气壮跟杜臣说话 接近杜臣 近距离看着他帅气的脸吗 张玉燕咬着嘴唇 一时间觉得鼻子发酸 怎么了 不舒服吗 杜臣回头看着他 问道 张玉燕摇头 没 没有 杜总 风太大了吧 没事 杜臣笑道 这样啊 你过来 杜臣指了指自己身边 张玉燕走过去 杜臣把身上的外套脱下来 用两只手撑在张玉燕头上 这样就好了 风小了很多吧 走吧 张玉燕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进饭店去的 他只感觉杜臣的气息 好像惊涛骇浪一样 不断朝他压过来 在杜臣这种动作下 他的最后一道防线 直接被崔枯拉朽给突破了 饭店 张玉燕吃着东西 全程脸都没有恢复过 一直都是粉红的 看起来格外诱人 他害怕自己受不了 于是只好开口说工作的事情 转移注意力 杜总 这次土拍 我们要是拿到了的话 下一步有什么计划 杜臣说道 如果能拿到地皮 下一步就建房子 接下来几年 是房地产最黄金的时代 这个机会 必须要抓住 西都是西南数一数二的城市 如果能在这站稳脚跟 肯对以后公司发展大有好处 你不必着急 这件事一步一步来 如果这边的工作能稳定下来 你有了掌控大局的能力 我会让总经理的权力 慢慢过渡到你手里 到时候 我可就指望你挑大梁了 张玉燕下意识就想说自己不行 但突然又想到 杜臣这么给她机会 就是相信她的能力 她这么说 不是会让杜臣失望吗 于是说道 杜总 我一定会尽全力做到的 杜臣抬头看着她 笑了 我可是第一次 听你直接告诉我 你可以啊 对吗 就要像这样 现在的你 是我见过最迷人的时候 张玉燕心里 立刻涌出一股甜蜜 鬼使神差说道 那杜总喜欢这样的我吗 第148章 冷傲美女 那杜总喜欢现在的我吗 张玉燕说完这句话 就有些后悔了 自己怎么能对自己的老板 问这种问题啊 杜臣对她 应该就是老板对员工的 关心和褒奖而已 可她这句话 很可能破坏两个人的现状的 那个 杜总 你不要误会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张玉燕脸色通红 立马一边摆手 一边支支吾 那面红耳赤的样子 像急了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谁能想到 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她 竟然会有这种小女儿做态呢 我当然喜欢现在的你啊 这有什么疑问吗 就在张玉燕最紧张的时候 杜臣突然开口 打断了她的话 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 张玉燕立刻感觉心脏猛的一缩 整个人都陷入了一种空白的状态 你这丫头 你可是我的左膀右臂 我不喜欢你 难道还要厌恶你吗 别有那么多心理负担 我对你的信任 不比对自己的少 你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杜臣又笑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张玉燕才回过神来 好的杜总 我知道了 所以归根到底 她还是只是出于对员工本身的关心吗 张玉燕咬着嘴唇 心里又感觉到一阵失望 吃饱了回去 好好准备一下明天土拍的事情吧 千万要休息好 杜臣再次说道 两人都吃完 准备离开了 这个时候 刚好几个人从外面走了进来 最前面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 穿着一身正装 面容俊俏 十分好看 但目光却是一片冷俊 脸上挂着浓浓的冰冷之色 眼里也还带着一些孤傲和张狂 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不太如她的眼 她身后跟着几个人 同样清一色的正装 各方面都在告诉别人 他们就是一群商业精英 最前面的女人进来 就刚好听到杜臣说土拍的事情 不由冰冷的目光一转 落到了杜臣身上 颇为好奇地看了一眼 土拍 你们是哪个公司的 冷傲女人看着杜臣 开口问道 并没有任何尊称 甚至语气也充满了冰冷 不是问话 更像是一种命令 一种居高临下的命令 杜臣看了她一眼 笑着说道 这位小姐是冷傲女人眉头微微一皱 似乎对杜臣的反问十分不舒服 我问你是哪个公司的 你回答就行了 我自然会告诉你我是谁 用不着你来问 高高在上 杜臣听得出来她话里的优越感 不过也并没有恼怒 反而淡淡一笑 说道 杜臣 玉州王室地产董事长 她知道这个女人既然关心她是什么公司的 大概率也是同行 甚至是冲着这一次土拍来的 亮个底 也许能知道一些对方的信息 冷傲女人一听 眼神更多了几分冷傲 玉州 那不是西都的一个卫星城吗 卫星城的人也敢来西都抢地盘了 有意思 冷傲女人说着 语气里还明显带着些爷鱼和嘲讽 显然对杜臣没有放在心上 甚至觉得杜臣来西都参加土拍 实在是有些不自量力 杜臣笑道 抢地盘谈不上 不过是想多条路走而已 万一承蒙西都 各位老板照顾 就真的走通了呢 小姐如此豪气 想必是个大公司长度人了 冷傲女人冷冷一笑 说道 你是想问我是什么公司 什么身份吧 别下费心思 我的身份 你还不配知道 像你这样想来碰运气的人 我见得多了 我只能告诉你 在西都 只有资金抵运 才是唯一的真理 运气这种东西 只建立在实力之上 没有实力 永远也不过是打酱油而已 与其到时候丢脸毫无参与感 倒不如现在退出的好 这样节省了时间 也不至于让人当成土包子笑话 冷傲女人说完 静止从杜臣旁边走过去 从头到尾 都没有对杜臣正眼相待 一脸气愤 看着冷傲女人离开的方向 气鼓鼓地说道 这人谁啊 说话也太难听了 生出来就是西都的人 就很了不起吗 要比实力 你未必有杜总一半 杜臣看着气鼓鼓的张玉燕 笑着说道 玉燕别动怒 你要记住 无论什么时候 动怒都只会影响你的判断 冷静才是至胜的法宝 至于出生就在西都 是不是就了不起 一定意义上说 这确实就是了不起的 相比于我们 他们拥有更好的资源 更好的背景 而这些资源和背景 甚至是许多普通人 奋斗一辈子都得不到的 这不是了不起吗 尽管这样的资源 并不是他们自己挣来的 但只要有 他们就可以出生 就比我们领先一步 而且是一大步 你要明白 这个世界 只在乎一个人 最后是否成功 至于怎么成功 没有几个人在乎 当你成功之后 你的话就是真理 你的事迹就显得光辉 你可以憎恨他们出生 就有我们或许 一辈子也挣不到的资源 但千万不要奢求公平 公平 是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的 所以你要的是成功 成功后 你在背后付出的努力 才会显得光辉 而你要是不成功 即便你付出再大 也不过 被世人笑骂一句白痴 成为茶余饭后闲谈的资本而已 你明白吗 杜臣看着张玉燕 脸色突然认真 张玉燕若有所思 随后点了点头 杜总 我明白 多谢杜总指导 杜臣一笑 行了 回去吧 我给你的资料都看了吧 明天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两个 一是大风集团 二是灵质地产 这两个都资本雄厚 虽然不如郑家那样的豪门 但在西都也排得上好 尤其是大风集团 这一次更是对这块地皮势在必得 并且大风集团作风伶俐 很容易结仇 到时候竞价 必有针锋相对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张玉燕点头 我会的杜总 第二天 土拍会现场 杜臣与张玉燕进入现场 各路公司人马已经来到 人满为患 两人坐下 杜臣就看到一块招牌写着大风集团 显然是大风集团人聚集地方 正在他想看看这个 主要竞争对手 代表是什么人时 急到身影静止朝那边走了过去 最前面一个女人 穿着正装 一脸冷傲 坐在了大风集团招牌下面的位置上 是她 杜臣眉头微微一皱 立刻认出大风集团的代表 竟然就是昨晚遇到的 那个优越感十足的冷傲女人 在高速上手机码字的 所以慢了 脖子肩膀都感觉要掉了 难受 第149章 正面较量 杜臣有些惊奇 但并没有任何意外 昨天见到那个冷傲女人 她就知道 对方身份肯定不一般 不然不会有那种 高高在上的冷傲气质 那种冷傲并不是装出来的 而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若非是出生 就高人一等 绝对不会有那种 骨子里散发出来的气质 这就有意思了 杜臣看着冷傲女人 淡淡笑了笑 自言自语了一句 她已经从郑清宇那里 得到一些风声 对大风集团这一次的出嫁 有一些了解 虽然西都是西南的大城 但这一次的地皮所在的位置 相对于如今的城市布局来说 是比较偏僻的 而且房地产虽然在蓬勃发展 但终究没有达到 最黄金最巅峰的时期 所以地皮价格 远远没有几年之后那么贵 这一次官方公布的 起拍底价是4000 根据郑清宇提供的信息 大风集团历来能接受的溢价率 一般在30%左右 也就是说 大风集团大概率 最多会加价到5200左右 而以如今这块地皮的位置 和周围的规划而言 这个价格也确实几乎 没有更高的溢价空间了 但是 杜臣却知道 在一年之后 西都官方高层领导班子换了一层 后来就有了新的规划 政府大楼就重新选址 在了这块地皮周围 配套设施也直接给拉满了 加上后来地产太热了 地皮价格更是一路狂飙 那时候 这块地皮的价格 会是现在的3到4倍 可这个信息 除了他 这里谁也不知道 自然 也不会有谁会冒着 赔本的风险再加价 按照他的估计 如果他能加到5500 基本就十拿九稳 但他能接受的上限 远不止于此 竟然是他 张玉燕也注意到了 大风集团的人 不由眉头一皱 露出一些不高兴的神色 但并没有说什么 他记住了杜臣的话 不能动怒 动怒只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 冷傲女人坐下之后 目光在周围扫了一圈 也很快注意到了杜臣与张玉燕 看到杜臣 不由挑了挑眉 嘴角露出一个嘲讽的冷淡笑容 杜臣则是笑着微微点了点头 非但不生气 反而带着些许谦卑 哼 装模作样 冷傲女人看着杜臣 却没有回应 只是冷淡说了一句 随后 杜臣就听到周围的人小声议论 从这些人嘴里得知 那个冷傲女人叫孙妍 是大风集团掌舵人孙志豪的女儿 也是大风集团旗下大风地产的总裁 身份上而言 她确实有骄傲的资本 随后 杜臣又看到了灵智地产的人 将两个最主要的竞争对手 都观察了一番 她因为是外地的 并且仅仅两个人 看起来并不显眼 多数人都只是将她当作了一个来凑数的而已 更多的人 还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大风集团 和灵智地产上面 谁都知道 这两个才是竞争主力 土拍还没正式开始 现场的人都各自打着算盘 彼此都在攀谈 一脸笑意 但话里话外 都想套一套对方的底价这类信息 杜臣坐着不动 只是静静等待 孙岩有意无意注意到杜臣 不由摇了摇头 都说了别来凑数 还不听劝 到底是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明明可以不丢脸 何必要来打击自己的自信心呢 在她看来 杜臣来土拍会就是丢脸 到时候周围的人亮出价格 各种加价近拍 她根本加不起价格 那不是丢脸又是什么 最后也只能用一个长长见识的理由 来安慰一下自己的可怜虫罢了 杜臣自然也注意到了孙岩的目光 但她还是一点怒气都没有 只是回忆谦卑的微笑 孙岩怎么看 都感觉杜臣绝对不是一个有力的竞争对手 甚至在吸毒一众强劲的企业面前 她能出得起的价格上限 也就仅仅是他们的底价而已 这么一想 孙岩更是优越感爆棚 摇了摇头 切了一声 终于 官方的人来了 土拍会进入正式流程 先是走形式说明了一下 随后亮出官方底价 竞拍开始 和杜臣想的一样 大风集团一上来 直接就率先加价了 将价格推到了4200 随后林智地产举牌 加到4250 不要小看这50 一平米50 一万平就是50万 而这块地皮 差不多在100亩出头 一共7万平米左右 总价就是350万 这仅仅只是地皮本身的价格 后面要用于建设 成本还要至少三倍的提高 这一口50 到最后总成本就要增加到 至少1000多万 由此也可以看出 大风集团一口气加价200 是什么样的大手笔了 随后 又有几个公司接连加价 但加的都不多 一路将价格推到了4600多 这个时候 不少公司已经选择了沉默 只剩下林智地产和大风集团 以及其他几个资本 相对雄厚的公司角逐 又一轮较量之后 林智地产将价格顶到了4700 这时候 林智地产加的价格 已经越来越少 孙岩想了一下 最后一口气又加了100 顶到了4800 林智地产的人赶紧商量起来 决定要不要继续加价 而这个过程中 杜辰从史制中都没有参与 并没有一次交价 孙岩看着林智地产的人 小声议论火热 知道自己距离胜算不远了 对方能接受的上限 绝对不如他 他基本锁定了这块地皮 其他公司也都只能望洋心探 也都觉得 大风地产是肯定要拿到了 就看孙岩那稳操胜券的样子就知道 现在还没有达到他的价格上限 孙岩目光扫过 又一次看到杜辰 想起杜辰一直都没有交价 不由脸上的嘲讽更浓郁了 他觉得杜辰肯定不可能拿到地皮 但是连一次交价都没有 这未免也太丢脸了吧 看来自己果然没看错 这家伙就是跑乖丢脸的 很快 随着催促声响起 林志地产有了决策 举牌4850 大风地产几乎没有犹豫 也跟着举牌4900 林志地产的人摇了摇头 最终放弃了 这个价格 已经不是他们能接受的了 并且孙岩举牌如此之快 就知道他的上限还远不止于此 继续下去 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还有人继续加价吗 还有人加价吗 4900一次 4900两次 孙岩冷凹的脸上露出了笑意 其他公司的人也都摇头 知道没办法较量了 甚至已经有人起身准备离开 不浪费时间了 5000 这时候 一道平静的声音却突然响起 顷刻打破了平静 孙岩脸上的笑容 一刹那僵硬了下来 第150章 一战成名 孙小姐气傻了 求点为爱发电吧 5000 叫价的声音 让现场的人精神都为之一阵 谁都明白 大风集团这是势在必得了 来林志地产都只能放弃 继续叫下去 非但不能拿到地皮 反而还会和大风集团结怨 这个时候 还有谁这么不长眼 敢和大风集团对着干 一时间 所有人露出一脸惊奇 纷纷顺着声音看了过来 一刹那 几时刷目光 齐刷刷汇聚到了杜臣身上 刚才叫价的人 就是他 他的举牌价格 也明确写着5000 周围的人全都瞪大眼睛 看着杜臣的眼神 满是不可思议 林志地产的人都不敢相信 还有人比他们资本更雄厚 更大胆 敢和大风集团较量吗 其他人也都惊奇不已 看着杜臣的眼神 又是惊奇 又是疑惑 杜臣很低调 所以并不显眼 加上又不是西都的 并不是熟面孔 而且刚才这么久 他一直没有叫价 故此 根本没有几个人 注意到他的存在 可这个时候 在大风集团 已经要对这块地皮 唾手可得的情况下 他竟然突然叫价了 狗牛叉 孙爷目光瞬间锁定杜臣 本来就冰冷的脸色 立刻成了一片冰山 一个一直不叫价的人突然加价 幅度还不小 这家伙什么意思 不止孙爷猛了 大风集团其他人也都梦了 这小子没见过呀 胆子这么大 敢跟大风集团对着干 但是 很快孙爷就想通了 我明白了 他是看出来 我对这块地皮势在必得 所以故意抬高价格来坑我的 哼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想用这种肮脏的手段 来抬高我的成本 就不怕 把自己活埋了 孙爷瞪着杜臣 两只眼睛冷得如同两把刀 恨不得把杜臣给刀了 杜臣则还是微微点头笑着致意 并没有半点嚣张 任何人看了第一眼都会觉得 这应该是个千千君子 孙爷瞪着眼睛 恨意十足 但规则范围内 他也没什么能反驳的 只能立马加价 五千零五十 五千二百 结果孙爷刚举牌 杜臣立马又是一口价给封住了 而且是增加的价格幅度 直接是孙爷的三倍 这一口价 就将他成本提高了一千多万 孙爷瞪大眼睛看着杜臣 几乎不敢相信 五千二百 这就是他预算的价格上限了 对称机竟然直接给他加上了 都没有任何犹豫的 其他公司的人更是不敢相信 这已经溢价30%了 对这块地皮而言 几乎就是如今的价格上限 这小子哪里来的 竟然敢开这么大的口 就连那些之前准备离开的人 都忍不住停了下来 回头看这一场龙争虎斗 谁都没想到 最后阻挠大风集团拿下地皮的 竟然不是零制地产 而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 一直默默无声 醉不起眼的一个年轻人 孙爷怒火一下就上来了 瞪着杜臣低吼道 小子 你是想用这种方式 来提高我的成本 故意恶心我 你就真不怕我不加价了 这五千二百的成本 你出得起吗 杜臣笑着说道 孙小姐误会了 我并没有恶心你的意思 我只是单纯想要这块地皮 如果孙小姐没有加价的底气了 大可以直接放弃 我有没有钱拿下来 你自然就知道了 孙爷气得脸红 你觉得我加不起这个价格 就凭你 玉州 一个细度的卫星城的小角色 也想从我孙爷面前虎口夺食 门都没有 孙爷怒怒了 又一次加价 五千二百五十 他还是只加了五十 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杜臣就是为了恶心 他故意抬高价格 增加他的成本而已 现在每抬高五十 最后的成本都不菲了 他就不信杜臣还敢跟他一直赌 一直加价 万一他真的不交价了 如此巨额的费用 杜臣凭什么拿得出来 五千五百 但 就在他刚刚亮出价格两秒钟 杜臣又一次加价 而且 这一次直接增加到了五千五百 一口气价的价格 比得上孙颜加五次了 这一口价叫上来 现场立刻响起一阵躁动 五千五百 这绝对已经是一个天价了 溢价达到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一时间 很多人都开始好奇了 这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竟然敢一口气价这么多 他是真不怕拿不出钱啊 孙颜眼睛都要瞪裂开了 他一开始觉得 杜臣肯定是为了故意恶心他 可杜臣每一次加价幅度都很大 如今更是一口气 加到了超出他预算范围的程度 这就绝对不是为了恶心他了 真的是为了恶心他 用不着冒这么大的风险 杜臣是真的想要拿到这块地皮 而且是势在必得 这就能理解 为什么他之前一直没有叫价了 因为他知道 前面叫价没什么用 最终叫量还是在大风集团身上 而他一开口 加价幅度就直接吊打大风集团 这手笔够大 也够狠 孙颜完全没想到 竟然会杀出这么一个人来 跟大风集团抢十吃 大风集团的其他人 脸色也都难看无比 这块地皮基本上是十拿九稳了 却被一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 矛头小子给抢了 当然很没有面子 孙颜直接站起来 瞪着杜臣说道 你敢故意跟我大风集团作对 杜臣笑道 孙小姐误会了 我只是想要这块地皮而已 如果对手不是你 我也一样会加价 我的一切都是规则范围内 我想没什么错吧 孙小姐如果不想失手 那可以继续加价 我也可能随时退出 你赢了我 地皮还是你的 不是吗 孙颜咬牙切齿几秒钟 终究还是没敢去赌 冷哼一声 拂袖而去 尘埃落定 地皮最终被杜臣拿到了手里 总价三个多亿 这件事一出来 立刻就轰动了西都的地产圈子 这块地皮总价三个多亿 算不上太高 但单价却绝对不便宜了 而且杜臣还是一军突起 从大风集团手里抢到的 那意味可就不一样了 可以说 这一次杜臣一战成名 只用了半天 杜臣这个名字 就传遍了西都地产圈子